中文字幕——YK 但甲午战争此时激战震撼,日军一步连夜出动,想趁春节偷袭守护辽东防线的清军。 没想到,清军主将早有准备,已经设下埋伏,这一战清军大破日军,取得辉煌战绩。 指挥这场战役的清军将领就是涅士成,他是环军名将,可他是晚清第一名将也不过分。 涅士成是安徽合肥人,先在原家三徽下讨伐免军,后成为怀军名将刘明传部下,战功卓主,到同志七年已经成为基明体督,被授予一品封碟。 中华战争期间,涅士成率军渡海,援助台湾。 此后,涅士成参与剿灭国内动乱,编练新式军队,颇有成绩。 1894年,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,清朝应邀出兵,涅士成随提驻夜至超驻军崖山。 甲午战争爆发后,涅士成率军在城欢与日军激战,因寡厚敌众,汇至平壤。 此时,清军各路援军已经抵达,有一点五万人。 涅士成提议,各军仪则要分扎防敌抄袭,西柱平壤城中飞测,但是朱将军以为然,席位能及时布置。 原来清军虽然不少,但各部将领官之差不多,清朝没有第一时间安排主将,致使朱将没有形成统一指挥。 没过多久,朝廷发来预指,让夜至超担任总指挥,医军接京,夜至超也是怀军将领,但早已失去锐气,被人称为叶大呆子,朱将对他成为主将心怀不满。 而提出正确意见的涅士成,却被召回天津墓兵。 之后,涅士成又得到圣旨,前敌得力支援,助勿庸回金招募,但他刚到安州,就得知清军战败,夜至超率先逃跑。 在安州,夜至超建议,收集残兵败将,固守安州,但夜至超巨部采纳,狂奔数百里,直接逃回清朝境内。 在鸭路江之战中,只有涅士成率领的七百余人,与马金序所部坚持作战,其余各部不战而逃。 此后,日军兵分两路,进犯辽东,58岁的涅士成,奉命坚守摩天岭防线。 当时,日本第一军司令山县有鹏十分嚣张,公然宣称要到奉天杜碎,涅士成以少量兵力坚守摩天岭,多次挫败日军。 后来,涅士成还亲率数百骑兵,偷袭日军,一举夺回连山关。 在甲午战争期间,清军几乎是屡战屡百,但唯有涅士成所部,兵力不多,但却屡战屡胜。 光绪二十年除夕夜,涅士成调动军队,设置包围圈,大破日军。 一直到战争结束,日军也始终没能突破摩天岭防线。 日本第十旅团长历见尚文无奈之下,写了一首诗,留守奉承四月月,美文战结见空明。 男人功名争敬念,梦魂一夜图清京。 别人立功,他只能做梦。 涅士成是一位非常有想法的将领,他在甲午战争期间,他多次主动出击,打败日军。 甚至还提出了游击战的策略,可惜没有得到李鸿章、宋庆的同意。 甲午战争,清军虽然战败,但涅士成极其所不得到了嘉奖,他被封为直立体度。 涅士成用战绩说明,假如他能做清军主将,或许甲午战争还有转机。 参考资料,清史稿,东征日记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